Alice,我們在辦公室常常會看到很多人就會駝背乌龜頸 就是這個姿勢 對對對,非常的醜 除了醜以外,它其實對身體有什麼傷害? 有非常大的危害 因為我們脊椎正常有一個曲線 那你當你在圓肩駝背又乌龜頸的情況 其實你的頸椎跟腰椎都會承受不必要的壓力 所以椎間盤可能就會出來 那椎間盤出來就會壓到神經 那壓到哪個神經就看你運氣 我們今天要教大家怎麼樣去改善這個圓肩駝背跟這種乌龜頸的問題 那它會動到我們哪些肌肉 它會動到很多地方的肌肉 因為通常這個問題我們叫上交叉症候群 就是指你的斜方肌上斜方肌到胸肌這一段 就是這一側跟這一側就是後上方前下方都是緊的 那你的後另一側脖子這一側到背的中間這一側 這一側全部都是弱而無力的 它是有點被拉長的 所以我們要針對這四個方向都去做改變 那麼接下來我們就跟著Alice 大家一起站起來動動看 就是怎麼樣來改善我們的圓肩跟駝背 還有記得我們現在的頻道已經搬到了綠色東方了 所以請大家訂閱分享按讚 還有不要忘記開啟小鈴鐺 嗯